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們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三面嘉賓輪到郭Sir跟我們聊天 SIR 你好 你好 先聽聽賀小姐的電話 喂 賀小姐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那隻1788 6.11賣的 我想問短線是上網目標價多少 跟現在差不多價位 郭泰軍安編號1788 暫時股價跌8 最新跌超過百分之一 現在拿著左立怎樣部署 我想暫時來說 可能真的等變 其實內地的 戶心兩地的成交金額 還是很暢旺 不過技術上來說 升得比較多 所以近日來說 是有少少少消化 有少少少繁複的形態 一七八八 暫時來說 整個星期的高低位 都是五個爆 半到六個二 典型是屬於 技術上的等變之中 高位是六個二號六 是正確 暫時來說 就受制六個二號六 如果有技術上的突破 試回一股六個半 六個六絕對不出奇 券商股仍然是下一層升市 其中一個比較熱炒的板塊 做一點風險管理 因為始終低價上來的幅度 已經比較大 五個八毫半 如果一旦跌穿了 純粹短炒的話 就考慮止蝕 因為中線的部署和短線 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層推介的券商股 其實已經很早前了 其實由低位上升的幅度 已經相當多了 有個別在上升的形態當中 是逐漸逐漸回吐 更加多的是後期才追入 所以形成了一旦有回吐的時間 幅度是事實上不少的 像早前一樣 由七共澳幾一回跳的時間 落到七五個二銀錢 高低是30% 其實挺嚇人的 現在這一刻 正在十天二十天線 正在十天線上升 顯示得到 暫時沒有太大的方向 如果成功突破六個二銀六 望回浸上去六個半 我覺得仍然有些機會 不過老實說 也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萬一回頭 如果再受壓 很可能一跌穿了五個八毫半 你就要考慮技術上的止蝕 這是一個星期低位 一旦跌穿了 撕回五十天線絕對不出 你看上一層的調整 其實幾次的調整 都是落得比較深一點 如果這一層再調整 不排便會試回五個三四的低位 都不頂 所以你問問自己 是中線還是短線的報紙 如果中線的話 你就一定要分住 千萬不要急 不過既然是買了的話 暫時來說 當然是傾向於比較短線 五個六個二毫六 暫時來說是一個上升的阻力 過得到的 看上去六個四毫半 六個半 繼續上跌穿五個八毫半 如果是按內不住 或者不想握太重 或者是握得比較重 的話 就要考慮止蝕或者減綁 這個是要你自己決定 好嗎 何小生有沒有其他人想問 1164 我0.97買的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機會上回我的位 或者高一點 好 現在就升上百分之三 升兩仙部 七毫七 暫時賬面上有一些虧損 是否都繼續拿著去證 還是建議可以減綁一點 其實一些二線或者三線股份的炒賣 很多時候真的要理性一點 我不管你怎樣也好 技術上來說 現在這分鐘 暫時擺絕了反覆逐次低位的威脅 不過要留意 一個月的低位是七毫一指 這個防守性很重要 一旦有失的話 進一步下限 試回六毫多指絕對不出奇 就很心理準備 技術上來說 七毫六指本來是一個星期的高位 但經過今天的上升 已經有少許突破了 不過看看成交金額六百多萬 老老實實 這個也是很薄弱的 嚴格來說 都不能夠完全確認到 勢頭可以進一步向上行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持貨不是太多的話 就沒有相關 如果持貨多的話 我覺得就不要看得太進取 因為整個形態 我覺得進一步向上行 一定要成交金額 如果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走勢 很多時候是會不得長久的 五十天市是八毫四指 這也是暫時的上升阻力所在 看看技術上的走勢 我想暫時來說 輕輕望高一點 都可以上到八毫四 我覺得還有些機會 但一旦回到頭 跌穿七毫一 七毫二指 那就辛苦了 因為這個是近期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將會續沉底 你要小心點 好 何小姐有沒有其他東西 暫時沒有 麻煩你 好 多謝先 何小姐 下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黃先生 喂 黃先生 你好 我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隻992 和一隻941 我有貨 我11元入了 就是992 好 好 這隻藍手 終於發力了 近來來說 都表現強勢 現在越升越有 升超過4% 報10.8毫六 現在升用4毫二指 最重要的是 看到Motorola方面 公佈了一個銷售計劃 當然市場非常有憧憬 對這個項目來說 如何部署後市 是否暫時最壞的情況又過了 其實收購Motorola 北美的業務 市場的看法都比較正面 所以早前的股價 在本身的手機和個人的電腦 燒情配合之下 其實曾經一度升上12.7 不過在節目上也早前分析過 由百多九元升上12.7 已經升了50% 怎樣都很肯要消化 之後的消化回落 曾經一度低見9.68 其實這個調整的幅度 我想已經足夠了 起步點約是6元 升上12.7 跌回一半而已 至於Motorola的業務 其實遠景當然 我仍然看得比較正面 但要真正交到條數出來 Motorola的品牌成功 配合自己的智能手機 是亮麗了 你無論如何都要等多一年多兩年 是沒有這麼快的 現在出了計劃書 如何發展各方面 到真的要推出來要去做 又要一段時間 好了 後一個階段 真的有成績 你又要等一等 所以市場的看法很重要 不過初步看回 大家對收購Motorola的業務 在北美發展自己的手機 其實都看得比較正面 股價相對你11元買 其實來說很接近 15元是一個月來的高位 技術上來說 暫時來說 有一點好像初步的突破 如果最終成功升破了15元的話 形態上有來試一試 大概是11.5至11.6 你看圖已經知道 這是早前的高位 今天上升有一點明顯的優勢 就是升破了50天線 不單止 而且有漸漸升來的感覺 11元早前是雙頂 一個頂 兩個頂 現在是第三次試 如果試穿了 看一看上去 應該是11.5至11.6 這也是暫時的上網目標 順帶一提 這兩個上升的成交金額比較配合 即是說 升勢是有動力去支持 既然是這樣 暫時先等等 10元買完之後 跌到九個多元錢 現在再回上來 終於見回家鄉 如果貨不是太多 我覺得可以暫時等等 不需要太過心急 還有其他想問嗎 黃先生 941有甚麼阻力 941 好 怎樣看呢 其實941早前 大家都看得比較好 因為它的4G網絡 鋪牌設備 各方面已經做足 正式推出 但問題 這個制式 雖然測試成功 不過由2G 上到4G 即使用戶 不斷增加 原來月費 是沒有怎樣加到的 可能這是宣傳其中的手法 即是大部分用2G 3G手機 我給你4G服務 我月費 我不加你 你用吧 這是一個宣傳的手法 最初一輪 其實沒有太大的現金流 它每一年只是2G手機 若不是有1,150億現金流 這個很穩定 但作為一隻股份 你收益很穩定 但大家覺得只是一隻公用股 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所以股價長期有波幅 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不過老實說 作為941 現金流很強 而且又沒有負債 否則股值12倍市盈率 有3厘多至近4厘的股息 絕對可以中線持有 但不要拿它來騰訊 不要拿它來券商股一起給 它一定不夠人跑 短期來說 由於已經升破了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目前下一個目標 將會一個月的高位95元 技術上來說 要突破95元要再上 就一定要整個大市 夠壯或者成交金 或要配合才行 我想現在這一刻 等等線 因為暫時在50天市穿梭 但始終技術上是有少少突破 再向上網就 96或95元 這個平台的阻力會比較大 那麼多 順帶一提 A股今天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覆 日中的低位也低過昨天的低位 也低過今個月6日的低位 所以形態上有少少反覆 對941來說 暫時來說 多多少少要有些規限性 不過你問我上網多少 暫時目標是95和96元 好 多謝王先生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幾分鐘 稍後時間繼續 郭Sir跟我們談 大事方面 和其他股份的表現 千萬不要走開 好